这一台汽车不是没有牌照 就是车头状的西班岸 连轮胎都不见了 这几台车更扯 车窗碎裂 板筋凹陷 引擎盖上堆满的落叶 这里不是废弃车辆处理厂 而是高雄人武国道10号下方的平面道路 化设汽机车停车阁 原本是为了满足附近居民的停车需求 没想到却被废弃车较据 不止废弃车辆长期占用停车位 就连建筑废弃物也被弃置在这里 造成环境张乱 议员接获民众陈琦 要求相关单位出面处理 以免沦为废车场 环保局会同警局展开清查 发现现场48台占用停车位的车辆 有一半都是无排车 那这24台里面其中有12台 其实是还没有达到报废标准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通知警察局 这边配合来做拖掉 环保局清洁队员巡视发现 废弃车辆占用停车阁 会在车体张贴限期清理公告 满7天后就会执行拖掉 同时会在出入口装设监视器 跟警局合作机查 避免不效分子把方便当成随便 形成都市废弃车场 民事新闻邓山亭高雄博士报道